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最后服务或者老客户二次转化,许多公司的业务员,在更单之余也会注册一个LinkedIn或者Facebook上号去加人,以及发布相关的企业和产品信息,还是能收到一些客户的询盘。 视频引流除了众所周知的YouTube,是全球前列的视频网站之外。 YouTube视频很重要的特点是,可以帮我们提高品牌知名度,有效提升品牌流量的占比,而品牌流量无疑是所有流量渠道中转化最高的。 目前YouTube被许多外贸企业所重视,它适合投放线上服务,广告及红人营销。 此外,你也可以根据用户以前观看过的视频以及用户在YouTube和Google的搜索记录,有针对信在YouTube上投放广告。 05内容营销社交媒体营销和内容营销,从始至终必须贯穿网络推广各个方面,文案加图片加视频,这些素材要制作,要积累直播引流,国内直播带货的火爆程度,大家都有目共睹。 同样这也是海外目前流行的一种引流模式,其实并非TC才能直播,通过TB,带大家看工厂的生产环节,产品的工业等也是能吸引不少流量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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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